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了数年时间寻找通往永久居留的途径 但现在他们可能面临无路可走的局面 印度、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 据政策专家估计 在2024年和2025年之间 有7万到13万持有毕业后工作许可PGWP的国际学生签证将会到期 由于加拿大政府正在调整移民政策 以限制临时居民和低薪外国工人的数量 这些人可能无法获得签证延期或申请永久居留的机会 温莎大学移民与公民身份法律专家瓦桑蒂·文卡特什教授说 现在有很多人在恐慌 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学习、工作并缴税多年了 这些人通过学生项目来到这个国家 这些项目显然是被政策制定者作为通往永久居留的途径 而现在每隔几周就有新的规则变更 这对已经在这里的人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毕业后工作许可PGWP是发给在加拿大学院或大学获得文凭或学位的外国学生的 有效期在9个月到3年之间 在疫情高峰期的2021年 沃泰华迅速向9万名临时工和持有毕业后工作许可的国际学生 授予了永久居留权 同年 政府引入了一项措施 允许持有即将到期的PGWP的人申请18个月的延期 到2023年底 全国已有396,235名PGWP持有者 几乎是2018年的三倍 同年 加拿大一系列政策逆转和变化开始出现 首先是沃泰华停止了PGWP的延期 并使出向临时居民批量授予永久居留权 是一次性紧急疫情措施 政府还突然改变了 其快速通道系统的永久居留权选择标准 这是一个基于评分的申请过程 用于确定永久居留资格 政府开始优先考虑讲法语的人 以及在医疗保健 技术公众 农业 交通和STEM 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领域有工作经验的人 而不是那些仅有加拿大特定教育和经验的人 华铁卢大学经济学家Skruder解释说 现在没有人知道成功转为永久居留的概率 因为PR选择系统变得非常不透明和不可预测 我们知道的是 政府不会为即将到夕的签证提供延期 因此 现在将有许多人面临无证在加拿大逗留或离开的情况 目前没有确切数据反映持有PGWP的外国毕业生中 有多少人将在今年签证到期 位于安省宾敦的劳工倡导组织NorgeWang支持网络估计 大约7万名PGWP持有者在清证到期前不会获得永久居留权 并将在2024年和2025年被迫离开将大 Skruder教授估计 如果大多数PGWP的有效期为3年 那么大约有13万1千份许可可能在今年到期 但他指出 确切的数字难以确定 多伦多劳工律师NorgeWang支持网络成员Gill说 多年来 政府将教育宣传为通往加拿大永久居住的手段 而非最终目的 他们的口号是学习 探索 工作 留下 该组织一直在帮助前国际学生应对移民系统的变化 他补充道 如果没有政府制定的这些条款 任何人都不会来加拿大仅仅是为了支付 第三流私立职业学院的高昂学费 然后离开 Gill先生指出 加拿大复杂的移民环境的一个更隐蔽的后果是 坏人趁机利用那些迫切希望留在该国的学生 他说 持有即将到期的工作许可的人 被建议花费数万家元购买LMRA工作 沃泰华还最近关闭了允许持访客签证的人 在加拿大境内申请工作许可的临时项目 原因是有不良行为者介入 Gill先生表示 一些PGWP持有者 被建议通过该项目申请访客身份 以延长他们在加拿大停留的时间 Scooter教授表示 他理解PGWP持有者面临的挫折 因为他们在移民规则大不相同的时候 就规划了自己的移民计划 并为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很多人可能会在这里没有身份的留下来 希望他们最终能获得身份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万众瞩目 今天一早 苹果发布会的字眼就冲上了热搜 全网对即将发布的iPhone16 以及全新的AI功能无比关注 终于在多伦多时间周一 9月9日下午1点 苹果发布会如期而至 Apple Watch 10、AirPods 4、iPhone16系列等多款新品 正式亮相 本次发布会的重头戏 无疑在与iPhone近军AI领域 意味着它能将让愚笨的Siri变得更聪明 甚至能做几乎所有事情 最先登场的是 更实用、更智能的Apple Watch Series时 最大、最先进的显示屏面积增加了30% 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薄、充电最快的Apple Watch 新书的深邃亮黑色、玫瑰金色都很亮眼 还可以搭配各种表带 新款Apple Watch还能够经测跌倒、心脏病、呼吸暂停等健康问题 并提醒人们用药 新款Apple Watch的防水特性也更适合水上和水下运动 并能监测水深和水温 起价399美元 今日起开放预定 9月20日正式开售 Apple Watch Ultra 2推出了全新的断黑色 起价799元 今日起开放预定 9月20日正式开售 号称拥有有史以来最舒服的设计 同时拥有两款具有主动降噪功能的型号 定价129美元起 今日开放预定 9月20日正式上市 此外AirPods Max售价为549美元起 AirPods Pro 2拥有三种新的健康功能 一、听力保护 二、听力检测 三、助听器功能 紧接着重头袭来了 iPhone 16系列正式亮相 一共有五种颜色可选 黑色、白色、粉色、绿色、蓝色 外壳采用航空级铝材料 85%可再生材料 两种尺寸可选 iPhone 16屏幕尺寸为6.1 iPhone 16 Plus则为6.7 配备了新的操作按钮和相机拍摄按钮 可以通过手滑来操控 此外 iPhone的新AI集成将包含以下功能 创建自定义表情符号 进行照片和视频搜索 自定义文本或拼写改正 iPhone 16配备4800万像素主摄像头 主摄像头图像管道可以将48MP和12MP照片 融合成24MP图像 以平衡光质和图像细节 iPhone 16售价为799美元起 iPhone 16 Plus售价为899美元起 接下来是iPhone 16 Pro和Pro Max 采用了无边框设计 号称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显示屏 5级钛金属更加耐磨 此外 iPhone 16 Pro处理速度更快 效率更高 电视容量也更大 iPhone 16 Pro配备了全新的48MP Fusion摄像头 同时还设有5倍远摄像机 iPhone 16 Pro售价为999美元起 iPhone 16 Pro Max售价为1199美元起 本周五开始订购 9月20日正式上市 近日又有网友在社交媒体X上爆料称 在BC省苏里市的91号高速公路上 竟然有人当众脱裤子上厕所 从现场图片来看 附近车流还是挺拥堵的 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敢当众如厕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想的 很快这张照片就在网上被封传 吸引了16.9万次的观看量 网友们集体炸锅 加拿大彻底沦为公共厕所 尤其是一些来自印度的网友 这次更是专属机会强势反击 白人被允许拉遍整个苏利 把他们送回欧洲 将他们逮捕并立即送回俄罗斯或英国 网友集体炒翻了 抓起来立即驱逐 至少这是在草地上 是没有人走过的地方 我看到山坡上有些树 其实躲在树后面更好 总比在交通堵栽时弄脏裤子要好 至少不是在沙滩上 如今的加拿大怎么变成这样了 对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呢 刚刚凯特王妃宣布自己已摆脱癌症 并完成了化疗治疗 她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 逐步恢复部分公共活动 周一肯兴顿工发布的一段视频信息中 凯瑟琳表示 在经历了极其艰难和令人恐惧的9个月后 她终于结束了预防性化疗疗程 但倒如是重负 我现在的重点是 尽我所能保持健康状态 她说道 王妃补充说 我的康复之路还很长 我必须继续每一天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她提到自己经历了风雨飘摇的时刻 和一条未知的道路 据肯兴顿工发言人称 这段视频是上个月 在诺福克的海滩上拍摄的 肯兴顿工表示 凯瑟琳已经开始在家工作 参与一些项目 并将在今年生余的时间里 参与一系列轻量级的外部活动 周一 肯兴顿工拒绝透露 有关王妃疾病和治疗的进一步细节 称她有权享有医疗隐私 王妃未来的公共活动不会提前公布 但她预计会逐步参与少量此类活动 以逐步恢复公共职责 其中一项活动可能是 11月在真王将士纪念日 为威尔士亲王提供知识 她还在筹备一场将在12月举行的 圣诞送歌服务 关于王妃明年公共活动的决定 预计将根据医疗建议作出 专家们称赞了王妃对自己诊断和治疗的公开态度 以及她对自己丈夫和三个孩子面临的情感挑战的坦诚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